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医师说过 要先从果处理 为什么费积水就不用呢 就像当胆汁管堵住 不检查又怎么知道是塞了呢 希望能显明各种危及生命的各种症状 哪些需要从果处理 原始点根本不需要西医的检查 我们就可以判断 第一个胆管堵住 胆管堵住我怎么知道 那是西医检查 那他有没有堵住 对我而言重不重要 不重要 我重要的是我要看到他到底是什么症状 原始点是处理症状 那从症状解决了 他里面不管体内有没有堵住 是不是肿瘤太大啦 去堵住他啦 或是怎么样 我们不管 我们原始点就是解决症状 那什么情况下才从果结症 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诊断与治疗 也就是如果用原始点 轻而易举就解决了 那你后续的这些问题 不就是白问了吗 如果肺积水 你帮他按推 温敷 然后他做运动 然后心情也变得很乐观 也不再消耗热人 然后很快的就好了 你还会在乎他有没有堵住吗 不会的 如果没有好 第一个 有没有做到位 原始点有没有做到位 第二个 他有没有 这些热源有没有做到直达患处体伤 好 这些反复恶化的情形下 是不是属正常恶化现象 那终究你只要继续坚持 他就会好转 然后最后还是可以修复好 是不是属第三种 那另外一种就是 这些经过时间的判断 急迫性的判断 都没办法解决 尤其有一些像你刚刚讲尿不出来的时候 尿不出来我看得到 我轻轻摸 他就痛得要命 然后他跟我讲 他已经多久没有尿了 你说我还会帮他涂姜粉泥吗 还会帮他这样做吗 我一定不会 但飞积水有没有这种急迫性 没有啊 那没有就不能等同来比论 如果从急性的角度来看 不自理 那从慢性的角度 一定是热能不够才不能把水排除掉 那你有没有做 如果没有做你只是提出问题 那这个就是为发问而发问 所以只要照原始点这样做 做到多久没有好 我们自己就可以评估了 我已经都做到位了 然后他什么方法也用了 然后患者也完全配合了 那这样还没有 一段时间还没有效 这一段时间 我们一般是以六个月 但有时候如果慢性病啊 三到六个月 其实真的有经验的人 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了 所以这时候如果慢性病我们再去 但我要提醒各位 附水也好 废积水也好 如果只是光抽水 他病情是不会好 因为他体伤跟热能没有改善 这些都是从国解症 只是在让病情再拖的比较久而已啦 好 我对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